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到了海南 那我发现海南很像夏威夷 真的很舒服 就是这种大冷天 你说的是三亚 我说的是三亚 对 我去的是三亚 那是蛮漂亮的 是蛮漂亮的 但是 盖了很多新楼 但是你知道啊 这个海南说是夏威夷 这种论调 我觉得这个意在配工啊 最近中国方面又要向世界声称 说是我们啊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因为美国那方向下有人说了 说海南是夏威夷啊 可是你知道这个阴谋论者 他一放大一想啊 不好 海南要变成旅游天堂 这是一件事 但是夏威夷是重要的海军基地 那是 这个美军住在 你要夏威夷这个军港 他饿这个太平洋 珍珠港吗 对 所以说海南能不成为中国的 这个重要海军基地吗 这随着他经济的发展 所以这一下子 这真是没想到 世界上任何好话都可以从反面理解 就是 你这意思说 那个山下像夏威夷 意思说我们还要被炸 这个太可怕了 珍珠港 对不对 这样推理下去 没话 现在别人怕的是我们炸他们 谁还敢炸中国 就是不是 但就是说呀 这事从哪聊起的 海南 所以我问你嘛 你从第一次司机上都能听得出来 对对对 这个房价涨的我跟你说 许老师已经到什么 海南有个凤凰岛 这应该咱有个凤凰卫视 我想起来 七万多 六七万一平米 第一天推出七百套 全部收光 然后海南有一个出租车司机 就讲啊 今年一月初 温州来一个人 就说 拉我到那个滨海的房地产项目上去 是吧 沿海边的 就能看见海边的 二十套房子 全买了 当天全部买下 定金就下了两千多万 你有没有感到这个气氛 在怎样 我去的地方就是到一个酒店 然后去给他们讲课 那么我其实没办法接触到一般的人 可是来接我的司机 跟来送我的司机 两个不同的 一个是东北人 在那边大概有五六年了 一个是湖北人 武汉的 他在那边两年 年轻一点 都跟我抱怨这方面 因为他们说 就是这么几天 每天价钱都变 他们是这么说的 说是 我看到一个数据 你都很难相信的 就是国务院发了 今年一月份就发了 关于海南建设成什么国际旅游岛的 那么一个文件 出来之后 五天之内 海南的这个房子卖的 这个量 这个金额 相当于 前一年 整年的 五天卖了前一年 整年的受卖楼的这个额 不我听他们说 前十年 海南这个房地产是一个大灾 出国大灾 是吧 然后呢 很多烂尾楼 看到很多烂尾楼 很多烂尾楼 那么 可是呢 从去年开始就慢慢好了 那今年呢 突然一下子 就是大概中央有个政策 还是怎么样 要发展什么 那个时候烂尾楼很多的时候 也是因为政策 因为那个时候 九十年代有一度呢 让他们走私 就是开放 所以很多很多走私 车啊什么 后来呢 就打击那个走私了 所以那边经济就全摊下去了 所以现在呢 这个据说是海南省政府 也注意到 就这几天呢 就现在就热得不得了嘛 然后赶快降温 赶快降温 又发出什么内部指引呢 就说这个什么 比如说土地 这个发出去啊 要暂停等等 可是又有人 有个叫叶潭的嘛 写评论 就说海南的这个官方 到底是希望房价涨 还是希望房价跌 他认为你现在这么 一暂时喊停啊 就跟那个股票涨停似的 你暂时喊停 这一下子 连二手房 都都都都 现在抢 我跟你讲 你讲这个酒店啊 我跟你讲几个数字啊 现在三亚那边的酒店房间 他们说60% 传说啊 在黄牛党手里 黄牛党不光倒春运的票 黄牛党早就把这个春节期间 包下来了 酒店房间定下来 然后你的文华东方最便宜的酒店房价 一晚上 你说多少 一万八千四百块 万豪酒店 海景房 价格一万五千多 亚龙湾波尔曼度假酒店 泳池别墅 一晚上一万五千九百八十五 就是说超过了拥有七星帆船的迪拜 酒店房价的这个 是 因为那个司机啊 送我 送我的那个司机啊 跟我讲了 他说是你来这个时间呢 还好一点 还没有过春节 所以呢 他们给你安排的那个呢 是可以看到海的一个房间呢 是三千块一个晚上 我说啊 吓我一跳 我还没住过那么贵的 三千块 人民币吗 人民币 哪那么便宜啊 现在都上万了 他说 脑子坏掉 脑子坏掉 你也跟着坏掉 对啊 那还没过年呢 他说再过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你住的那个是三万 一个晚上 三千美金呢 就可以在 他说的是美金 不不不 我说的是人民币 三千人民币 折合起来 他也可以在夏威夷 住到最好的酒店了 就是在平常 所以这个已经是国际水平了 那超过了 至于到了一万 两万三万呢 我也看了这个消息 我就搞不懂是谁去住的 也许那个时候 全国的富豪就是说 春节在海南开汉海 开会 是一个光荣 不不 开会 他没说 开会 就是说是 这个假如是公家 他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比较高级的 开会在那里开 你知道吗 春节的时候 在三亚开会 你看多努力啊 春节 你看我们还开会 你知道 我说有两类 一类叫公款消费 就是说呀 你知道国家对于 比如说你 他们说了 现在三亚的酒店价钱 够上文来 住什么海边别墅 为什么不飞去文来 还便宜 那说不可以 国家你说你公费 出国不能受限制 对不对 但是三亚是国内 我这个单位可以说呀 但我还是有点不大理解 到点开会啊 你说公费 你有愁啊 你这住一天 等于平常住十天啊 你公费也可以慢慢玩 你想想看 我假如是在东北 我黑龙江的 那假如是到 能够到三亚去开个会 公费慢慢花 公费不赶紧花到期作费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 我在三亚看到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就到处呢 它这个招贴 都是两种语文的 中文跟俄文 你说有趣吧 俄罗斯大款来了 是中文跟俄文 我一开始觉得 欺负人家俄罗斯没海吗 人家也有黑海啊 太冷了嘛 黑海还是冷啊 人家到了 到冬天还是冷啊 三亚是真的像夏威夷 因为我在夏威夷住过 我在夏威夷住过一段时间呢 我觉得夏威夷呢 是很舒服 尤其到了冬天 到了冬天 像我这种人呢 居然还到海里去游过泳 那三亚也是 到了冬天 人家也下去游泳 但是你觉得 他那里的这个设施 软件 服务 这个水准 跟夏威夷怎么样 我去的地方很奇怪 他们那个叫做 亚龙湾国家 什么旅游 什么基地 还是国家旅游 它是一个国家 整个安排的 我没有看到当地的人 我就看到 那就是一家接一家 就是十几家 这个国际型的这种酒店 所以呢 设备是很好的 而且一切东西 真的不输于那个 Waikiki 就是那个夏威夷 那个Waikiki海滩 不输于那个 那你觉得这个 未来这个海南岛炒热 是有理的呀 它主要还有 这些酒店还在其次 它主要是 可能开博彩业 对呀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你让那些富豪 住在海边 是啊 哗哗 整天打着个浪 他住了两天就闷了 就闷了 这无非两样东西 一样嘛 我们以前都知道了 身体 你到了海口 知道身体不好 这个我们知道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博彩 但是我始终觉得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大跃进的成分太多 就算博彩业 澳门也没这么贵 你现在在澳门买房子 住里面都没那么贵 澳门现在不准随便去 现在国内对于澳门的限制非常大 我们前一段时间呢 开个会 是跟澳门基金会合作的 所以我们的学者呢 就是来香港 开两天 然后到澳门开两天 结果后来后果就非常麻烦 结果就发现呢 他们申请到了 到香港的签证 可是不准去澳门 那要另外 要澳门基金会 另外帮他们申请 你的意思是说 澳门限制内地的游客去 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公款赌博 就是公款赌博吧 所以我们为了办那个会 那到海南公款开会也是好的 比公款赌博强 这叫肥水不留外人田 所以去澳门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要以为说是 澳门就那么容易去 我觉得跟什么体育 什么博彩业 那个关系也远了 眼跟前的利益 就中国人多爱吵啊 现在他们就讲了 为什么他也感觉到危险呢 就是说 我看那个有的经济学者 写的这个评论 就说海南这个政府 他就是反复提出一点 就不要土地建卖 就是说他那意思是什么呢 这么涨啊 就目前一下子涨到七八万 这个也危险 可是他大概希望 比如说在三十年内 我这个海南省的这个土地 是稳步 慢慢卖 慢慢卖 这是香港 但是中国现在就是 文件一出来 你知道你就说 我说的啊 到海南这个酒店 这个贵 不光是公款开会的啊 还有一类人 就是大款 他们春节 领着全家人来 这种人吧 一天晚上一万块钱 两万块钱 他并不在意 但是你知道 他除了泡海水之外 他和重要任务是干嘛 买房子 看房子 你想 就是有个人 网上有个人说后悔吗 说他多年前 三千块钱一平米 在海南买的房子 后来到上海工作 他要卖了 在上海买房子 五千块钱一平米卖了 刚卖了之后 他这房子现在涨到两万五 气死他 就像涨的速度 跟火箭一样 你别说这个 这很有趣 就是送我那个司机啊 问他说是 你过年 你回不回武汉啊 他说我不回去啊 我全家 我父母也会来 他们也来看看房子 有 这很有意思 就他们大概是并不见得说一定是能够买得下 可是他可以上定金 下了定金以后呢 也是炒 他还可以卖掉 炒啊炒啊 我有个朋友在上海 前几年买了海南的房子 最近乐得上班都没心思 上班都没心思 碰到人就讲海南 所有人都被他烦死了 这也很麻烦 过去多次这个海南的朋友招呼我去三亚什么玩一玩啊 观光啊 什么 很后悔 我一直都没去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广告之后见 这郑教授还给我们带来的海南的这个照片 咱们来看看 趁着这个咱们这个郑教授啊 在海南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夜风什么什么什么里面 对对对 我去一个酒店嘛 酒店后头就是这个样子 感觉你也像个富翁嘛 没有没有 现在我背那个背包 再看下一张 这都就是酒店后面的沙滩嘛 海蓝蓝 再看下一张 就是这样 这个啊 很漂亮的 是是是 是很漂亮 这个要不说海南 现在他们担心呢 就有可能会成为富人岛啊 富贵岛啊 成富贵岛是必然的 但是问题是你怎么驱赶穷人 就是 所有的这些地方 因为再富贵的地方一定要有很多工人 他们装修啊 服务啊 打扫 他们又住不起这些贵的地方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 你比方说 LA Beverly Hill 比华里山庄 一大批墨西哥人 他们不住在那里 但是维持那里 对 夏威夷也是 所有地方也是 但是别的地方 他们那个资本主义罪恶久了 人麻木了 咱刚刚经过革命啊 你叫中国的人 也只能看你这个富人区 为你们服务 然后他们必须赶到后面 住的很苦 因为房价普遍涨嘛 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会下降 那将来这个贫富的 就是这个问题 你觉得现在这个海南啊 就是本地人不干了 严重愤怒 因为呢 他的就是算是他的富贵阶层 一个月工资挣两万块钱 在大陆 算很高了吧 说最近看房子 看所有的房子看的都买不起 而且要求的是不按揭 一次性付清 所以这海南的白领阶层 他都不更甭说普通的 像我去住的那个酒店那个区啊 我没有看到当地老百姓 都是在酒店服务的人 跟司机 那么我问了他们 他们都是外面来的 你看接我的是一个东北人 送我的是个武汉的湖北人 那么在那里服务的那些小姐啊 什么呢 都是外面来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住哪里 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以旅游发展的地方 到时候啊 他几乎没什么本地人口 比方说威尼斯 威尼斯这么有名的城市 只有五万人 他都住在外面 只有五万人住在威尼斯 全部在做服务业 换句话说 威尼斯的居民已经 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就是说所有这个城市 像一个像一个度假村了 澳门的那个威尼斯人的酒店 所有两万多人 一个酒店就等于 差不多半个威尼斯 就是他那个 他们说三亚 差不多是二十万人口吧 但是现在这个 这个房子的控房率啊 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八十都在吵 都吵 然后就吵呢 你还是说这司机 这司机就讲了 还讲着一句什么话呢 就叫什么海口是海南的 博澳是亚洲的 三亚是世界的 然后一个当地房地产公司的人 跟人讲说我们的客户 是哪啊 说北纬18度的人 目标在北纬58度 就是说北京 他就说北京最多 然后是什么上海东北 这些个客户 然后还有一个数字讲啊 说是这个27个国家的吵架 现在在三亚吵架 你想想 这很可怕的 他要想建成一个中国的迪拜 也不是什么不可以 像美国这样 弄出一个拉斯维加斯 允许赌根性工业 也有可能 但是你看美国拉斯维加斯 很有很妙 他这个东西是全社会的 一个出气口 他就是他叫拉斯维加斯 全美国人当他一个不正常的地方 他是很不正常的 到那里结婚 离婚 去做什么 因为内华达这个州 内华达这个州就是沙漠 什么都没有 它就两个东西 一个是国防工业 还搞原子弹事报 对 那不好住的吧 对 另外呢 就是你讲的 毒 还有长期业 它是合法的 它长期业合法的 对 美国其他州都不合法的 那我实在不知道海南将来要怎么发展 你比如说现在有可能是博彩业 可是博彩业是很危险的 我总觉得博彩业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业 体育博彩业 它一定伴随着所谓黑社会 是啊 伴随着贫富 还麻烦的 去拉大 没有世界上 蒙提卡罗去过 那非常漂亮 那咱们国内也有这个体育彩票 它不是体育彩票 很可能赌场 它是赌场 很可能吧 而且赌场还要别的东西 还要配套 它一定会走这个路 如果它是国际旅游中心的话 它一定走这个路 但走这个路呢 就是刚才讲的 一个是贫富的问题怎么解决 另外一个 人家的地方 它这样做 但是整个社会觉得那是不对的 它不会扩散的 可是在中国呢 一旦变成特区以后 它会扩散 它那个生活方式 一个特别的欢迎 因为我上次去韩国的时候 韩国的朋友告诉我 说我们呢 在韩国有赌场 可是呢 我们韩国人不准入内 一定要持有外国护照的人 才能够进赌场 你放心 中国人弄证件 这个本领还不靠 门口肯定缓扭党 说要不要韩国证件 恰恰算运行 广告之后见 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中国人怎么这么爱吵呢 你说这个吵 你比如说它就是一个消息 其实比如说海南 到底什么博彩 怎么发展的政策上 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我们就可以 一个消息 大笔的资金 而且你像现在说 海南的这个房子 我不太懂这个术语啊 我就觉得房子成了金融工具 就是说它能翻倍 然后一下子就七八万一平米 甚至有人说了 说你这个 你这个旅游配套服务业 包括你的软件 整个的这个产业水准 是不是跟得上 不管 对吧 现在房价超上海 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这样 假如有这么一个希望 觉得他可能 一下就发起来的时候呢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有许多人在这里转手 转手啊 转手 每个人都可以赚一点嘛 对 他不是为了什么长期投资 持有啊 就像股票一样 对 蛮可怕的 他也并不见得管你海南未来怎么样 而且我觉得 那就是这些消息 而且我觉得啊 是因为整个经济发展呢 很快速 然后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稳定的过去的记录 那个十九世纪之前呢 我们看到欧洲的有许多投资也是这样 那特别是海外投资 从这个像像这个英国搞这个什么什么东印度公司啊 那时候开始有好多的一些公司也是类似的 经常有的时候血本都没了 可是呢 有的人就大捞了一票 你像现在三亚已经创造了什么神话啊 15天炒房客 15天赚了1000万 过千万 看来给了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不是上海 是三亚了 冒险家的乐园 你们刚才讲的大跃进 中国人搞运动投机 还有一个因素 我觉得应该我们看到 就是你看看中国这些年的GDP啊 那条线是这样上去的 你知道从97年到现在 中国接收香港啊 四个中国了 这什么没什么 中国大陆的GDP啊 跟97年比 四倍了 四倍了 香港不到一倍啊 四倍 你明白吗 香港回归的时候 香港是中国的六分之一 现在是二十几分之一了 现在香港就等于上海 是 你明白吗 这么大的高付出的增长以后 油资一大堆啊 那钱都没地方去啊 因为你说是这个 今年不是去年了 不是要保八吗 那么这个是从改革开放以来 每年最低的发展 那换句话就是说 改革开放到现在多久了 是吧 二十来年三十年 好 你每年增加百分之八以上 嗯 这不得了 这个是钱 这不得了的 对 我看了那个表格以后 就两个联想 一是 1952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的总产值 等于今天五天 五天啊 而且扣掉价格因素 所以我们想想 如果管制方法还一样 还什么言论入罪的话 实在不应该了 因为你想想 五天的生产利息 就是那当时是一年啊 这是第一 第二 过去十年 一百到三百 全中国 所以我后来想想 我们每个人都回去算本账 你要想知道 你现在处于什么社会地位 你就把自己的财产算一算 十年前跟今天 要是你十年前是十万 今天是三十万 你跟国家同步 要是你十年前是十万 现在是二十万 你就落后了 落死群体了 要是一千万了 十万变成一百万了 你就超越国家了 这批人就去海南吧 你们现在每个人 检查自己的幸福指数 就拿他自己 跟国家的GDP去比对一下 所以全世界看得也看呆掉了 你明白吗 十年一百变三百 天哪 真的是很可怕 台湾以前若干年前 我还记得 台湾是等于大陆的四分之一 现在台湾就等于浙江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就等于浙江十五分之一 那将来海南占多少分之一呢 现在每个省都有目标 海南就超夏威夷了 好家伙 真是很厉害的 上海等于香港 浙江等于台湾 广东要超韩国